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繼續有陽光亦有驟雨 大家出門的時候都是帶回或者穩陣一點 雷達陶雀上面島受到西南汽流影響 凌晨市分機還有一些雨區數過香港 雖然在接近天光的時候 我們附近的驟雨比較少 不過我們在西南面的南海北部 仍然都有些驟雨靠近沿岸地區 由午夜至早上6時 在九龍部分地區和沙田 錄得大約20毫米的雨量 由於下過雨 今早上6時多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不算太高 普遍介乎在26至27度之間 不過在大範圍的衛星雲頭看見 覆蓋著廣東沿岸的對流雲團比較凌散 雨的日後會見到不少陽光 而且氣溫會上得比較高 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有幾陣驟雨 初時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2度 而新隔離會再高一兩度 翠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看看大家由於天氣熱不熱 打算進行戶外活動的朋友 要留意著自己的身體狀況 多些補充水分 也要注意防曬 再之後天氣看看電腦的預報 週末期間會有高空擾動影響著南海北部 不同的相關的趨雨 會影響著華南沿岸地區 所以我們只望 之後兩三日的天氣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間中也會有趨雨 在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 再見 再見